不好意思 讓大家久等了 是的 原本就病得不輕 就真的病到思覺失調 然後我大概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要回憶這兩年的事情非常困難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哭三想 不是我想哭的 我無法控制 在那邊 我沒有講風的外話 到這麼嚴重 當然我不是要裝可憐 大家都在問我為什麼那麼久沒發片 我已經破產一年了 我不是因為被實錘了什麼 然後這個病加重了 很單純就是因為要真的對大家坦承這件事情 對這麼矮面子的我來說 很困難 我也沒有騙過觀眾我有多少錢 有沒有 在跟你吵手吵架的時候 他也是在笑我的經濟狀況啊 而且明明就是他先發影片提示我 跟捧恰恰在說 旋復型網紅 跟他借錢 還敢踩他 重點是那個時候我根本就沒踩他 就算了 他根本也沒借我錢啊 對啊 我有跟他借啊 他沒借我 他有借 我個掌掌 沒借還敢拿出來騙 然後去隨便拍拍孤兒院 就說自己奪光還小孩 打什麼愛心牌 我從一年前經濟就有狀況了 我一樣拿全部的業配費買超市 拿去送老人院 賺到錢了 第一個想到的是先買車給 積欠已久薪水的執行長 我都沒拿出來講了 你這樣隨便拍一拍 就可以好像你很有愛心一樣 你賺這麼多捐得比我少還敢講 再來就是 你好意交一個人 然後跟他兩年來的通話 不然被赤裸裸的被 摻在陽光之下 誰不會覺得你受傷 反正不是因為他什麼 跟直播主切顆 還不爽發文 要跟他切顆 是他 那一段文章下面說什麼 我給他虛偽的建議 我一直建議他就跟館長道歉 他不要 就說我虛偽 他最後來罵我說還不是跟館長道歉 而且我真的開始火大捶他 是因為他在七月底的時候 用他的粉絲團帶風向陷害棒 而且每當有人要爆他的料的時候 像是奎丁 曾經在節目上 只是說不喜歡踩著人家屍體往上爬的人 狗狗就直接去留言 說要不要看奎丁跟富二代的黑歷史 人家的感情他是懂的屁啊 一個曾經幫助過他這麼多的學姐 而且據我了解 根本就不是奎丁的錯 只是遇到一個恐怖情人 來攻擊奎丁 搞到奎丁還憂鬱症拍了一支片 出來澄清這件事情 來面對自己的恐懼 勾二你沒有幫他也就算了 你還陷害他 他竟然為一個富國二代 甚至我呢 就算覺得館長是對的 有一個眼 他就會貼我前妻的照片 來威脅我恐嚇我只能幫他 不准抱他的料 我還跟他互嗆 你講我前妻 我就講你七百萬不要害 我不如現在自己講一講 當年跟前妻會離婚 完全就是因為我失敗 他對於我很好 甚至我失敗的時候呢 他把我房子再數個月 他要養小孩 所以是我不對 他離開我是對的 是我無能 他講的很好聽啦 覺得有什麼 我很奇怪才只錄我的音 不要跳放屁 這個錄音是整整兩年 而且呢 他在跟我對話的時候都講過 他有在錄成輝的音 甚至他跟我朋友吵架的時候都會說 我有錄音喔 我有錄音喔 不要騙喔 所以他是在掌握每一個人的把柄 只要誰知道他犯錯 他就會拿出來恐嚇別人 他就是個罪犯 而他的長相就長這樣 他就是真的叫陳玉瑋 叫歐弟 以前是個跳舞老師 這個惡魔是我親手培養 所以我得親手解決他 我原本是拍不到影片 不過好險 原來鎮定計 心理醫生是如此有用 一顆他吹而已 沒有問題 也就是因為從7月底 我知道他跟男小明 要去參加一個活動之後 我就知道他要幫平仙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8月1號才故意去找平仙 至於接下來什麼事呢 我一一說給各位聽 畢竟呢 各位錄音內容當中呢 提到我是個會拍假片的人 先聽這一段 這個語音 重點不在前面的內容 而是後面 不要引導我 一起跟他設一個假的片段 他要我跟他一起拍假片 然後就假帳號嘛 嗯 你要點出來啊 嗯 你就說嘛 這些人刻意在低咖包 你看永遠就是個版主啊 嗯 永遠都是這幾個人啊 嗯 他在煽動啊 就是有行銷公司 口碑公司啊 嗯 你甚至可以唬爛一下啊 我已經請烏鴉 對不對 透過單區去問了一下網軍 這樣還真有這個單了 嗯 嗯 對嘛 都可以嘛 你要這個時候他媽踩我一腳 我都幫你踩 嗯 沒問題啊 我會假裝幫你問啊 直接說對啊 確實有 嗯 嗯 剛好他媽嚇到我朋友這邊 就已經有 哎呦幹 你的價值滿高的 幹竟然有人偏在12萬的預算 要靠給你 嗯 嗯 我都可以幫忙啊 可以啊 所有勾二的觀眾 都能夠作證 我從來沒有拍過這個片段 雖然 如果我真的配合他的話 可以互相拉抬 一方面 說到勾二很有價值 會有人花12萬的預算 找網軍攻擊勾二 另一方面 也能拉抬烏鴉 讓大家覺得 烏鴉人脈關係很廣 呃 啊 這段不先解釋後面有理說不清 這樣子是為了互相拉抬 大家仔細聽就知道 唯一的好處只有他 這到底對我的好處在哪裡 意思就是 原來D咖那些罵勾二的 都不是真的在罵勾二 都是網軍 為什麼這要讓他踩 因為認識水軍 認識查IP很難聽 你們知道嗎 認識價的人 會有拉抬身價嗎 而且還需要他來認證我認識水軍 我自己就拍過 為什麼當時我要這樣套他話 原因就是因為他跟蛋塔 拍了那支標案700萬 然後他找蛋塔認證 有人要付50萬 來陷害勾二 我非常的懷疑啊 我很懷疑蛋塔 聽錄音就知道我不太喜歡他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不就抹黑了館長 銀針律師 跟那一票出來DIS勾二的網 都是收錢辦事的片子了嗎 我為了證實這件事情 我故意這樣跟他講 如果他找我拍的話 我就可以踢爆他 因為畢竟那個標案呢 開始是來找我 我沒接 他才接的 大家懂我意思了嗎 所以蛋塔在那邊認證 我覺得很有問題 大概是這個意思 我知道很多觀眾都說 錄音檔都被拿出來了 才在說套話 才在說騙他們的 才在說騙他們的 太謙講了吧 無雅哥 這什麼事情不能直播當面解決的 有啊 館長又有直播 我第一時間就答應了 我就說OK來直播 沒有問題 是夠不敢喔 不是很奇怪喔 我怎麼不敢來 我這麼邪惡到處收錢 他怎麼都沒有那個訂單 怎麼沒有那個錄影 怎麼沒有我匯盤紀錄給他 就算是拿現金 他收證了我兩年 至少也要拍一下 我拿現金給他的樣子吧 不是拿錄音來呢 如果我是事發了 才在講 啊我是騙這些人的啦 我是在套他們的話啦 那當然啦 確實我有理說不切 但是呢我到底有沒有 埋下這個伏筆呢 來我們看一下上一集 未來就跟大家講 為什麼要叫俄棍偷工 因為俄棍的英文 叫violent V 未來讓大家知道V的意志是什麼 何謂V的意志 就是V怪客 V怪客裡面最經典的名言是什麼 Best Physis 憑藉真理的力量 我在有生之年得以征服世界 是你的座右銘 福士德說的 講的是欺騙魔鬼的故事對嗎 對 欺騙魔鬼嘛 我知道我私底下也會這樣騙他們 你們會覺得我也是騙子 但是沒有關係 起碼我沒有利用我的影響力 你上來影片騙騙大家 也就是我太常看到 他做假影片在陷害的 那個什麼 用勾的名義就能騙一億元 那個人就沒有騙錢 到時候我再請當事人來 證實他拍過多少假片在陷害的 反倒是勾恩 利用我那麼多的錄音檔 整整錄了我兩年 你可以證實我哪一支片是假片嗎 聽說好拍戲劇就不算 然後花錢的哪一次 我不是真的假 他就謊話連篇 說什麼我講館長壞話 所以你才不道歉 欸拜託 看一下Line對話好不好 從五月 你說要洗館長的臉 我還說人化解就化解掉 你說館長是為了炒流量才來攻擊你 我還跟你說館長不是這樣子的人 叫你去道歉你不要 一直到七月 我叫你去跟他同台 覺得同台可以 道歉不用想了 而且聽那個對話 就知道是去年直播結束後的討論 啊去年我不認識館長 你這個朋友來罵館長 我當然陪你講兩句 啊今年我認識館長了 啊我知道館長的為人 叫你去道歉你如何不道歉 看脫話 扭曲事實 然後再聽這一段 烏鴉知道我跟Youtuber瘋男有聯繫 於是引導我封鎖瘋男 語音大家應該聽得出來 其實我沒有很想聊這個 所以我後面是直接轉移話題 但烏鴉這個行為可怕的地方 不是在於他講別人壞話的部分 如果你真的要說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我跟你講喔我現在跟陳輝都會聊天 我會聊一下 我們今天去是怎麼樣什麼的 我連陳輝都OK喔 我唯一真的不會想聯絡說從二分到現在 就只有一個人我會覺得 跟他聊天是浪費時間 而來我要離這個人遠一點 那就是彈塔 嗯 對因為我不喜歡那種會亂講話的人 烏鴉引導我封鎖瘋男後 發現我跟彈塔有聯繫 於是又開始講彈塔的壞話 但奇怪的是 你烏鴉不是才叫我封鎖瘋男嗎 怎麼你在講彈塔壞話的時候 不小心說溜嘴 自己跟瘋男的陳輝有聯繫的人呢 然後說成是我因為在講彈塔的壞話 不小心說溜嘴跟陳輝他有聯絡 我不讓他跟別人交朋友 欸拜託幾個人 烏鴉喔你跟陳輝一直都有聯絡啊 我還說喔又有陳輝的事啊 我連在安慰你的時候都在講欸 陳輝忘難我都可以交朋友了 而且聽那段錄音就知道 我說你他媽不要一直提 就是你在跟我講瘋狼壞話吧 我才跟著講 而且我一直以來就只有跟NICK吵架 從來就沒有討厭過陳輝 而且剛剛那段錄音呢 大家有沒有聽的覺得很順 但是明明喔 跟勾二放出來的語音檔不一樣 你們卻不會發現少了這一段 我連陳輝都OK喔 我唯一真的不會想聯絡做陳輝奔到現在 我連王娜現在回來之後 聊什麼都可以跟他聊 少講了王娜 這一段錄音剪掉你們都不會發現 這就是錄音檔可以惡魔剪輯 最可怕的地方你們知道嗎 然後如今你為了扭曲我的人格 可以顛倒是非 你這樣子的人不叫監督執政黨 叫做抹黑政府而已 然後大家先聽一下 勾二跟藍響門串供的語音 他後面韓扣我帶來回我是兩件事 這兩件事的分別就是 他今天從頭到尾沒有說 問問我為什麼我要罵他 他只問了我為什麼在彰化喝酒 我受了彰化什麼好處 這都沒有的事情 然後連簽一也是很佩服 連簽一又跟他什麼 第四個就是講到女兒 所以我很自然的 把事情帶到你這邊 他用我的名義去圍你就對了 當然啊不然你以為 我不是弄你我弄誰啦 所以你是因為他這件事你才弄我是不是 當然是這樣啊不然呢 你大哥欸你老闆欸 不是啊烏鴉不是我老闆啊 他說我好像跟全世界都這樣講啊 為什麼我會說這段是串垢 我現在來替大家還原事實 阿藍響門為什麼開始會罵我呢 主要就是因為從四月的時候呢 彈塔拍了一支踢爆的影片 所以在那個時候呢我都是在想 藍小明是為了反對做踢爆 而且藍小明呢為了不讓彈塔繼續做踢爆呢 後面可惡到還去踹人家的門 唯典客是不是 給你彈塔出來 彈塔在哪裡 後來呢五月多的時候 藍小明在罵勾二 前兩天啊 看一個視頻啊 就是這個很北藍的 欸還好不是他朋友啦 小屁我還要說你啦 啊哪 掛一個面具人不知道你誰喔 所以是證明 藍小明那時候根本就不認識我 到了六月六號呢 跟平先生還拍一張照 在喝酒 當天晚上呢 娘呀 什麼狗七八毛的 臭你媽你小屁 什麼七八毛塔的也你小屁 一堆他媽在那邊踢爆的 踢你媽那個老七八毛的 臭你媽那個屁 你沒找到你的時候喔 你媽會跟我說自己都沒有關係 就開始罵我嘛 做踢爆的怎麼樣啊 都是為了賺錢啊 然後藍小明一直摳我 甚至說我圍他 我六月九號呢 那天的狀況是這樣 因為他其實沒來找我了 所以我決定了 我先來找他算了 對喔 剛好就看到他了 欸剛好就看到他了 所以跟他聊得怎麼樣啊 還是我們先去排個隊呢 我們要禮貌對不對 我們是來排隊 然後跟他講理論 聊個天 走了喔 走掉了 他走了欸 GOGOGO 不好意思 請問是藍小明大哥嗎 是 欸你好 我叫烏鴉 聽說你在找我 是不是有什麼事情要跟我說呢 對 怎麼了 我們在幹嘛 我們在幹嘛 我只是想跟你吵個說法 因為我要拍我的 喔對 對 欸你說要找人 你弄我 欸我說我會來找你 你們自己吵架 會自己吵架 為什麼要走到我 我跟你們的時間 算是現在我要去訂購 開始啊 對你是很尊敬的啊 你在罵林芊怡的那一天 我看了多欣賞你啊 你 結果咧 林芊怡打電話給你對不對 你轉頭不是那夠二 是不是 我告訴你我從頭到尾 我話都講兩天 林芊跟你買個東西 你就要來看 陷害我 林芊跟我買什麼東西 他跟你買東西 他沒有跟我買東西 你要確定喔 我沒有用這種圖襲式的方式 因為這個手機打在對著你拍 你不是叫我激爆你嗎 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啊 不要看 千萬不要做任何違法事情 我不做違法事情 我連報稅都是合法報稅 我是去拍片嘛 而且我原本是要排隊 跟他買滷肉飯 跟他理論 是因為他走掉才追上去 不是我本來就要圍他好嗎 而且我是不是很正派的說 你不要做錯事喔 不然我會踢爆你喔 對吧 而且我們是邊走邊聊 而且最好笑的就是 在6月9號的那天下午 藍曉明就直播說 無鴨來找我 我覺得沒有什麼惡意 當然也沒有什麼好意 藝術娛樂6月10號還上傳 結果我現在可以變成什麼 我圍他啦 黑到怎樣的啦 我先罵勾二的啦 你看他們兩個是不是串供 明明就是他先弄勾二 我以朋友的立場去問他 為什麼 年輕易罵完 轉頭罵勾二 是一個好意喔 結果他們現在可以 為了拼仙串供起來 說因為我用他名義 藍曉明才罵勾二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現場怎麼會問他說 幹嘛罵勾二 你們手上不是也有這個影片檔嗎 怎麼連這種謊都敢說 看勾二說多少謊 我也承認 那天陪我去的當中 有幾個也是兄弟的 那也是我一個老哥 很擔心我派了幾個弟弟來 畢竟藍曉明現場有八九個人 我心裡想說 剛好我也沒有錢請那麼多攝影師 畢竟那個會場有點大 我需要很多機來拍 如果藍曉明剛好動手打我的話 哇 全程拍下來多好 我真的有特別交代喔 如果我被打千萬不要還手 趕快把我拖走就好 而且其實 不只藍曉明講的四五個 有太多個凶蛇二少 我就挑了三個 比較可愛的 其他人我都請他們帶在車上 我真沒叫他 叫那麼多人來 真的我不是要去吵架的 我是去拍片的 啊 我們本來就叫惡棍啦 以惡之惡 以暴之暴 好像沒有對不起誰吧 那個都還是六月九號的時候的事情 所以從頭到尾呢 我就是針對 惡勢力 霸凌 老百姓 所以就不像他們講的啊 什麼 我到處宣稱他們的大哥 怎麼樣這樣的 沒有吧 我從一年前 只要有人說 欸 勾二是你小弟 我都會說喔他不是我小弟 也不只回事喔 還有他自己混得愉快 他不是我小弟 從一年前我在網路上 就不斷地在宣導這件事情 是他們自己硬要說 勾二是我小弟了 而不是因為他自己 每次在外面得罪人 你看喔 兩年前喔 被管粉出征 就貼我招片出來擋刀 是他自己的行為 被大家誤會了 而且我那時候有允許他 拿我的臉出來擋刀嗎 從兩年前就這樣子喔 他還把當初他問我說 NFT 踢爆 都哪些是詐騙的 我帶著他去 資金盤 然後各種有問題的 然後現場陪他們聊 而且我就是那種標準 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為了套出真相 我可以陪他講 欸 跟你娘怎麼春福日前後 怎樣的 然後我還叫他錄音的耶 而且今天NFT 跟老王年初 就不知道抓了多少 NFT 年輕一的說 他還在問我 我來告訴他 白皮書怎麼看 年輕一的這樣子怎麼做 假的 我是有貢獻的 他反過來拿那個錄音說 我愛害人 他媽真的真的是太噁心了 我覺得這大家包想的太正義了啦 我是特工耶 我今天要創媒體 未來就是要像社會記者一樣 跟兄弟聊有一套 跟誰誰聊要有一套 不然我哪有資格出來創業啊 為了要做這麼大的事情 難不成我要去當小白兔嗎 對 我曾經很想要做過NFT 但我一樣都沒有做啊 就是想不到 有哪一種經濟模型 你最後粉絲不會賠錢 阿有沒有想過削粉絲的壞想法 當然有啊 所以很常講 哇那個誰誰誰 哇賣粉絲就屌缺多少千萬 但我乾脆也來做這個好了 所以沒有過壞想法 重點是 我最後都會捨不得啊 有哪個警察不曾講過 當警察這麼累 早知道我也去當流氓好了 反正都一樣危險 如果我真想削粉絲的錢 我年初學妹賣賺個三五千不為過吧 而且我知道這麼多 害人賺錢的方法 我卻一樣都沒有做過 這才是最難能可貴的吧 當然啊我偶爾也會去參加別人的活動 去看人家的NFT在幹什麼 但是我自己一個都沒賣啊 如果有人買了我的NFT受害 哪怕有一個 還需要等你勾得出來踢爆 早就一狗漂亮人在那邊罵我啦 啊我也要買NFT害我沒錢 那為什麼一個這樣的人都沒有呢 就沒有的是嘛 再來就是這一段白姑娘與肥辣酥 她的應對基本上都是我在幫她扯謊 你懂為什麼 因為其實白姑娘根本就不是她 嗯 完了這由妳說不清 我先承認 她的部片還真是我做的 但是呢原本我是想要親自上來罵肥辣酥的 我跟你們說有一些原因啦 不過要講起來很冗長 有機會上館長直播再來聊 總之呢這件事情其實整公司都知道 是我想要幫助白姑娘 因為我覺得白姑娘是對的 但是為什麼我要唬爛勾二說 白姑娘的公司不是白姑娘的 我一舉一動叫她扯謊 光是白姑娘的公司不是白姑娘的 這句話就在騙勾二了 因為從頭到尾 銀燈就是白姑娘的公司 從直播創台 就叫小白直播白姑娘直播 一直都是白姑娘的 一直都是 為什麼我要這樣忽然她呢 就像我前面講的 我常常發現她拍假片在陷害人嘛 所以我就扭曲一個故事看她想不想接嘛 又加上肥大叔常常在她直播忽然說 我收了八十萬陷害她看一下 聽說啦 聽說啦 你那八十萬的是一百萬 來照趟 所以呢 勾二跑來問我 欸是不是像肥大叔這樣講的 陷害她公司怎樣怎樣怎樣的 所以我就覺得這故事很好拿來試探勾二嘛 你們問一下身邊嫌文案人或記者都好 怎麼可能 沒有道理的事情 公司從何到底不是他的 然後再炒精英拳這樣子 隨便扯謊就炒贏了 我有那麼厲害 我不過是個網紅欸 又不是神之筆 寫個文案 微軟變我的 我那時候就是想要試探勾二 會不會為了錢 接不接 我跟你講她影片全檔拿出來她肯定是說要接的啦 她才不敢拿全檔出外 她事實上就是白姑娘是對的 我一樣那句話 白姑娘跟肥大叔誰好人誰壞人 你不去查一下他們兩個的案底就知道了啦 所以怎麼不會讓你偷包連炒十幾 或是炒一隻知道嗎 紅包沒多嗎不可能嗎 紅包 紅包你是要 我們分開來做 還是 做一隻 她那次做一隻還要做幾隻 我跟你講 基本上你做一隻就完事了 包空大量的人 然後做很多小影片 甚至微文章 開始講你得罪麥歷史什麼文章 大量的頭 去選擇這件事 這一段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我在套她的話 其實呢當時呢 丟妹的老公 剛好就得罪了一個人 然後他們兩個之間的糾紛 我把它講給勾二聽 然後我利用這個故事呢 告訴勾二說 我想要大量上播丟丟妹的負面訊息 你接不接 勾二是不是很詳細的在問 那要做幾隻 我該怎麼做 這樣多少錢 然後她把她那些 想要接啊 收錢的啊都剪掉了 而且因為呢 她都剪輯過了 所以呢我再把她剪輯正確回來 她邏輯思考一下啦 如果總是在做這種 攻擊人的影片賺錢的話 過多少年沒有提爆 她攻擊人多久了 有多少隻 到底是她在套我 還是我在套她 很明顯不過了吧 那為什麼最後沒發生呢 也就是因為我是騙她的 我就想要套她 不知道會不會接 她要把這個錄音檔 修成是 我在發包 她沒有接 其實當下呢 是我假裝發包 還要接 那個時候呢 我就知道 周二呢很常在拍影片 害了 而且呢我也確實就早早就知道 她都會錄我的音 你看 連跟我吵館長事情的時候 都會說 唉唷我有錄音喔 再跟之前 就有提過了 所以從此之後呢 我跟她講話 就很少講實話 因為呢 這一個人是一個騙子 我沒做事情 她一起放上來 把我塑造成一個很可惡的感覺 在讓拼仙這樣子 銜接所有的故事 哇幹 我真的看起來很壞 我覺得她們這招打得妙阿 因為我很常套話的時候呢 自己都把話講得太邪惡了 但是呢 我不只對這幾個人套話過 我也套過棒棒阿 奎丁阿 甚至所有的網紅朋友 問我身邊 所有人都知道 我很常套完話之後 就跟他們說 開玩笑的 不信 有被我這樣試探過的 網紅拜託下面留個言 拜託下面留個言 她現在被他們斷章取暈 她整件事情都扭曲得太浮誇了 烏鴉自己講的 但是她其實事實上 我去錄她的那一天 我後來要重新開一次證據 其實老闆娘有講 有講說有給人家代工 然後包含著他們 彈拿過來去錄的那一天之外 還有兩天分別在高速 那這確實是我講的阿 老闆娘也確實說是給人家代工的阿 但是重點是拼先原本一直唬爛說 工廠是他們的 美國進口 德國設計 台灣製造 工廠都是他們的 然後她現在拿著這一段說 我想跟她做朋友 來陷害彈塔 但是其實上她是拿大陸進口 來台灣給別人代工 喔我直接歡迎影片阿 我直接歡迎影片阿 德國設計 德國專利316認證標章 台灣工廠在地製造 Made in 台灣 這個符號 是沒人敢回去的 為什麼 你要有經濟部工商檢驗局 去檢驗過你的工廠 你有能力生產 你才能蓋上台灣製造 可以多銷新加坡 多銷歐洲 全台灣唯一投資一億三千多萬 德國設計台灣製造 全台灣100機不沾鍋99機 齁 在美國是不能使用的 5萬人得到癌症 台灣不用檢驗 這是台灣的法律漏洞 我講的如果一句白痴的啦 早就去用膏了你知道嗎 德國設計台灣製造正七層 不要買到外面大陸一層的髮帽瓶 號稱風潮鍋的 齁 那也是鐵符 這個案子一開始 確實是我去查的 他給我看的那片鐵片 直播主是聲稱美國進口 你說材料是進進來 大陸進進來 大陸 實際上呢 我看進貨單是大陸的 現場也沒有看到德國設計的獎牌 完全沒有 甚至家工廠呢 根本沒有自己的壓摩機 八千萬的工廠 台灣製造 美國進口 德國設計 他說什麼 他自己投資了八千萬啊 公廠 直播就是這樣子嘛 嗯 直播他當然就是要講他直播 因為為什麼後來我就改變 因為有人會去 他說花八千萬蓋英格勒廠 是真的嗎 還是說那廠是你的 是我們的啦 當然是我們的啦 他告訴我們說他真的會好好道歉啊 對不起啊 他會跟直播主講 他們會改進 對時啊做貼牌的工廠 台灣好幾千家啊 這沒有犯什麼錯 唯一犯錯的就是拼先說謊嘛 他把它墊高了一個很高很高的價值 德國設計德國原廠製造這次多少錢 一萬三千塊 一萬三千塊 一萬三 一萬三嘛 然後說是台灣製造 大陸貨怎麼會是台灣製造 然後現在特價只要兩千多 實際上那個鍋子可能交五百 來欺騙台灣人的 泰國新台灣價值吧 我要去踢爆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我一個朋友 一直拜託我去 那一開始我真的很不想去 我覺得這不是什麼大事情 可能他就是把一些人情壓力啊 最後硬轉了五十五萬 我才去查這個案子 那為什麼最後我沒做 也就是因為 老奶奶已經很誠懇的道歉了 又加上他說他會叫直播主改進 那我就覺得改進就好啦 來這是我跟他的對話 有沒有 他還說如果我覺得踢爆這件事情很勉強的話呢 把錢退給他就好了 所以呢我就把錢給退了 所以我才會不以為蛋塔收了五十五萬 明明有錯的事情喔 我裝沒一次 發了這個影片 前進口袋 我不說沒人會知道 但我把他退了 然後大家現在也都知道 我非常的討厭蛋塔 完全不會跟他有接觸嘛 那為什麼最後影片呢 會變成蛋塔去發 原因就是因為我那天去的時候 用的手機跟密錄器 都是用鍋子廠商的 所以影片檔呢 都在鍋子的廠商那邊 他們也很尊重我 說如果他們真的有改進的話呢 他們也不踢爆了 然後事隔不知道多少天 他們就一直跟我講說 平行還是一直在唬爛啦 烏鴉你出來踢爆好不好 我說我不願意 那他們就問我說 那他們委託別人去做我可不可以 我說如果他們真的沒改進的話 你們去委託誰都好 結果他們誰不找 偏偏找蛋塔 我看到蛋塔發影片的時候呢 我還非常的火大 就是幹 流量給誰蹭多好 他媽為什麼偏偏是蛋塔蹭 剛剛上我對蛋塔非常有偏見 我一定會認為 幹他一定有收那個55萬 他一定有收錢 我對他就是有偏見 但是因為蛋塔跟他吵來吵去 吵來吵去 踢了三四次 他會一直回嘴 也就是因為拼仙真的是有夠 非常的厚臉 死的都可以講活的 一直說 你看我們又沒有被罰錢 而蛋塔是抹黑狗啦 其實拼仙之所以沒有被罰錢 也就是因為 鍋子就算做假商標 引導大家不以為那個商標就是 德國設計 美國進口 台灣製造 這樣子的誤導狀況呢 經濟部不在管轄範圍內 那個是告不到他的 不過業者可能已經涉及詐欺罪 你可能會誤導消費者 而且是提供錯誤的資訊 所以在民法上 民眾可以 消費者可以用 施用詐數來撤銷買賣關係 鍋子標籤不在法律的管轄範圍內 經濟部也強調 合法的MIT微笑標章長長這樣 而且目前鍋類並不屬於 標章合法範圍 也就是說 目前市面上 沒有任何一款鍋子 可以標榜拿到 經濟部的MIT標章 大家只能去退貨 而無法告拼仙 雖然拼仙很厚臉皮的一直爭說 但我有沒有被告 我也沒有被經濟部罰錢 但除了到底說 會被罰錢也是他自己 這個沒有人敢印上去的 為什麼 沒得引台灣這個標誌 你回去 經濟部工三標準 檢驗出去 你如果沒有這個工廠 你就要花幾千萬了 直播主網路上叫賣 標榜鍋子完全台灣製造 工廠就在音歌 還指著包裝上的標章 強調德國設計 德國專利 台灣工廠在地製造 阿被罰錢的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唬爛的 這就是為什麼蛋塔會慢慢的開始越來越炒書 然後不斷的被洗副品 我這麼討厭蛋塔 我都還願意出來幫忙秉持爭議 過二找蛋塔出來背書 找蛋塔幫忙 結果現在卻幫助這群人來陷害蛋塔 到底是我人品比較有問題 還是夠二人品比較有問題 然後呢我回去找拼仙談話呢 主要是想要套三件事情 但是呢我並沒有想要陷害拼仙 所以我當下並沒有錄影 我只是想要知道我想要的答案而已 第一就是我想要知道 到底是勾二還是蛋塔 一直告訴藍小明我的動向 所以呢我去騙拼仙說 有人出一千萬要來陷害你拼仙 說搞直播主這些人可以賺一兩千萬 忽然這個他們也信 拼仙那麼小的直播台 有值一兩千萬被陷害 才十幾萬訂閱 而且真有這麼大的仇恨的話 花五百萬把它打掉不是更快 實際上拼仙小出的錢還比他們多勒 但是呢看這張合照呢也就知道就是勾二了 第二呢就是有一個中間人 一直告訴我說其實壞的是心症 也就是丟妹的老公 他們家的蝦子呢 臨酸也超值0.8 拼仙才是好的 希望我幫拼仙來踢爆 丟丟妹他們 而我做踢爆的中心思想就是 誰做錯事我就踢爆誰 哪怕曾經是朋友 肥大叔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所以哪怕丟丟妹他們做錯事 我照踢不悟啊 要不然誰是我朋友我就袒護 那我跟現在市面上的媒體有什麼差別 我還出來創媒體幹嘛 結果事實上呢 蝦子天生帶磷酸鹽0.8了 是正常的 反正是拼仙自己的海鮮類 哇磷酸鹽1.9 那個才叫做誇張 所以事後呢我也蠻後悔 我去拼仙講的那些話 然後他現在發一個貼文說 他的手上握有1小時20分鐘的錄影影片 影片中的主角是烏鴉嘛 因為我還是一個原則 別人白露到哪 我還到哪 就當來交個朋友 如果我現在要出來幫蛋卡解釋的話呢 他要公開影片 也歡迎上法院什麼 妨礙名譽妨礙秘密 組織犯罪恐嚇取材 等著你們這群假正義的社會亂源 至於講到什麼幫派什麼什麼 我暫時不公開啦 來恐嚇我不准出來幫蛋卡澄清嘛 那我那天到底說了些什麼呢 簡單來說那天我去演了一場角頭啊 因為畢竟呢 我不是很想要幫一個 去跟人家簽賭 贏要拿 然後輸了呢 就報警 不還賭債的人 這樣子的人做生意會有誠訊可言嘛 而且我會知道 他欠人家一張票 一千萬呢 還是藍小明的哥哥 委託人來跟我講 大家看一下這張照片 他請旁邊那一位順哥人 不會通電話給我 電話是這樣子的 欸你順哥喔 順哥 順哥 嘿哈囉哈囉 欸你是不是找我 先生剛好過獎 是啊 那天你來還好一點啊 小明啊 那個這X哥他們都喝喝 對不對啊 阿森也在 然後 是 昨天 昨天這X哥 有打電話給我 髒話的那個海鮮啊 嗯哼 正好也欠他一千多萬 他媽的他恨死那個 海鮮湯的他媽大雜碎 很有趣齁 藍小明在幫拼仙講話 但是他的哥哥呢 卻叫我去罵拼仙 說他是個大雜碎 罵到他還錢為止 所以到底是我在玩兩面手法呢 還是藍小明 還是拼仙 我想大家應該也看明白了 但我那麼痛恨藍小明 為什麼我還要去 刻意跟拼仙 要這筆錢呢 我相信聰明的人也知道 我希望誰去關 甚至呢 其實他還錢呢 我也不會幫他 畢竟他欺騙了那麼多台灣消費者 然後畢竟呢 我是要去套他的話 會不會還一千萬的賭債 我要騙他去還錢 而這個賭債呢 是藍小明跟他哥哥那邊的忙 所以他其實只要問一下藍小明 就知道我在騙他了 為了避免他很快就會發現 事情的原尾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呢 如果我就上網查一下 欸那個幫派厲害 好好他們的名字什麼的 好抱歉 後用了你們的名稱 非常的抱歉 我編的故事呢就是 偏偏我覺得你在某部分 也是一個好人 但是呢 你也有做錯一些事情 而且你的鍋子呢 好像被咽出來有毒 我很想幫你 但是呢 愛語 你欠這些人賭債 你沒有去還清他們錢 以前我幫不了你啊 那天是這樣的狀況 我知道你想提包他們 他們才是錯的 不過你要先還錢 然後是還誰錢呢 藍小明的哥哥 從頭到尾 沒有一字一句叫他給我錢 然後我就要叫他去還清債務 然後他那邊說 有沒有跟他的貼圖嘛 雖然我和我們的貼圖一樣 他說我還在跟我老婆商量五百萬 我不是花了錢 我老婆堅持一百 然後為什麼五百一百的呢 因為我跟他說 你的賭債折半還人家五百也好 他覺得過去那個賭債 那個票根本就咬不了 他不想還 反倒是拼先呢 他想要給我一百萬的一佩佩 幫他的鍋子洗白 我反倒是回答他什麼 如果一老闆還是不能做捷訓的話 還是當我沒說吧 一百萬我也不能收 畢竟我的目的就不是來要業配的 我完全不想要任何一貓錢 藍小明跟他誤以為我是蛋塔老闆 所以因為我要加 我大概乘數40想完 我也不會加上天處 雖然我是真的很想嗆你 因為到底還是欺騙消費者 還找黑刀來找麻煩噁心 還是踢爆正確的事 都像是要被噁心 每一家新聞社群業配上都要被 何況我們沒收 都有證據 唉 私下恰很舒服了 對啊 蛋卡這樣做踢爆正確的事 我真的沒收 更換的事後呢 我也跟他解釋了 如果你覺得那個票 沒有該日期 別人根本嘎不過去 是不能跟你要這張票的錢的話 也不干我的事 因為畢竟也沒有人委託我 我事後有跟他澄清跟解釋喔 他要付我錢 幫他說謊 他說如果可以拍一支片 我爸曾經郭子的誤會 那還是太好了 真的要有誤會 經濟不都說了嘛 他就是用假標籤來騙大家了嘛 他既然都會錄影我了 即使是給現金 也會錄給我現金的過程吧 我會在那邊配合他一起罵蛋卡 說蛋卡的不是 這就是一種共犯心理學阿 我要讓一個罪放信任我 他才會對我講實話嘛 雖然我也是真的很討厭蛋卡啦 也是心裡話 不像他們說的我8月1號 去那邊是要跟他什麼 一個洗白一個抹黑 來賺錢阿什麼的 忽然 陷害人都亂忽然 但你們看喔 郭厄跟拼仙 然後陷害我們的這些謊話當中 就一個很大的矛盾 你看喔拼仙說 我跟蛋卡 是聯合起來 一個抹黑一個洗白 但他們又說 我很討厭蛋卡 我跟他不會有聯繫 矛盾都在他們兩個人身上 大家沒有發現嗎 那不就是很明顯 是郭厄跟拼仙在說謊了嗎 也因為我跟蛋卡的關係非常的不好 因為懷疑他有收錢 我也拿很多故事阿 來問蛋卡如果給你三百萬 你要不要幫拼仙阿 哈 你要不要為了錢 蛋卡他都是不要 反而他懷疑我收了拼仙的錢 要來陷害他跟 我們當下互相懷疑到 差點吵起來 這個到處給他自己解釋阿 他那邊都有對話紀錄 但是呢 最後我是相信 他沒有收錢的 我現在就直接告訴大家 反正那段錄音 我完全就是唬爛的 他誤會不知道錄音 亂唬爛 犯什麼法 絕對不是有誰給我錢 才非得出來澄清 看對話也就知道 他想要拿著我 騙他的內輪 來陷害蛋塔 我還跟他說我生病了 拜託你不要這樣子 不想要再有紛爭了 如果你非得陷害蛋塔的話 我不得不出來澄清 到時候別怪我 這是證明的 從頭到尾 不管誰想要給我錢 我都沒幹 可是他想要污蔑蛋塔 我才不得不出來 因為畢竟我覺得蛋塔是做對的事情 如今呢 他想要拿我去欺騙他的內容 眼角頭的內容 來威脅我不準 幫蛋塔澄清 我現在道拜託你 給大家看一下我平常怎麼演角頭的 看有沒有電影公司呢 順便會看上我的演技 我會非常感謝你的 拼銜啾咪 而且喔 我也知道他在錄音 我還一直提醒他說 欸可以錄音喔 可以錄音喔 大家到時候自己聽 而且我還不只問兩次還三次吧 我就笑你不敢放全檔啦 因為他亂對他錄音的全檔 他等於是間接承認了他鍋子有毒 想要付我錢來掩蓋事實外 也間接承認了他欠賭債不想還 但其實我去套他賭債不想還這件事情 其實也蠻多餘的 因為大家去查一下他的案底 樂樂等啦 不是詐欺就欠錢不還啦 比選議員的政見還長 我那上去的其實根本就白去了 大家要記住喔 影片原檔是一小時二十分喔 不要到時候跟勾二一樣 一節一節在那邊陷害 結果他現在跟勾二串供起來 然後來說我們都是在陷害他 幹那個新聞再看一萬次好了 再看一萬次 惡棍的中心思想就已經是以惡治惡了 就跟包容心的電影講的話一樣嗎 這貪官啊要接 這清官啊要更接 要不然怎麼對付得了那些壞人啊 齊鈺博士裡面 最神聖的那個法師 借助惡魔的力量不也說 想要當好人 有時候要比壞人還壞 而我一個做起爆的 威者比騙子還懂得騙啊 但我都只騙誰 我都只騙騙子 我有危害社會嗎 我有因為騙他而危害了社會嗎 我去騙他就是不要讓他繼續賣鍋子危害社會不是嗎 不然他開始在那邊亂攻擊 即便攻擊那個海鮮直播主攻擊了一大堆 他一直在害人欸 如果在套勾二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有在用網軍啊 在帶風向啊 有趨勢史啊 所以我在錄音當中也才會跟他說 欸我也有網軍喔 我也有那個喔 你可以用我的試試看 那他其實對我戒心很高 因為他知道我是個怎麼樣的人 你看這兩個人都一樣喔 這些幹壞事的人 都會路邊的陰 然後斷章取義來陷害我 他能證實我抽錢嗎 還是他證實了我 有網軍 我一直在帶風向 我在陷害人 沒有欸 倒是我抓到勾二 你看7月底的時候 Bump欣欣酷就有人光榮回來 然後人家鏡周刊也不過是在報導 白狼三暗熱救援行動 他就硬要在下面引射 難不成 鏡周刊這個時候 難不成人在暗指 Bump是得到白狼的協助 這不就是綠營在打的一個標題嗎 哭杯詐欺就是勾二的粉絲團啊 他還宣傳過欸 這個媒體操控一看就知道 他想要把Bump抹黑抹紅嘛 在那邊講說 哎呀Bump老爸是黑道啦 所以是找黑道幫忙的啦 哎呀自己賣人過去 自己救了 然後後來他還自己拍了這柬埔寨的影片 在那邊假裝幫Bump的講話 實際上還在私下 一直在偷弄Bump的就是勾二 Bump要去踢爆仙人跳 Bump竟然找嫌疑人出來罵Bump 你看這隻人就心疏不振啊 像勾二這樣子收了錢 就要去陷害抹黑Bump 那我不應該先安內在腦外嗎 不先處理勾二 那以後我們媒體做得更大之後 再讓他捅 我們不是更傷嗎 所以我很慶幸是在我現在生病的時候 遇到這一切 讓我變得更勇敢 而且趁我們還小的時候 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那我先切割一下 Bump去救援 完全沒有得到任何幫助 完全沒有 他只有跟我分享過故事而已 那我不是一直在垂勾二 他所有的網軍 垂得亂七八糟 甚至還有一個跑來我的IG 嗆我到台中輸贏 我今天也承認了 我就是一個私底下會騙 這些騙子的人 我超級騙 我危害誰 我危害到哪一個人 我現多多還粉絲投資的喔 當初有十幾個粉絲來投資 總共投資了四百萬 賺錢的時候一起賺 倒掉了 我說我一個人賠喔 阿易有人還我錢拿到二十萬 我第一時間就問有沒有兩個最急的粉絲 一人十萬一人十萬還給他們 我還到現在終於還到剩一百三十萬 要削粉絲錢 我早就先削他們了啦 而且我有跟他們強調 大家贊助媒體的錢 我一塊錢都不能動 如果有賣周邊額外的才能來還他們 而媒體贊助的錢呢 自從吵架的時候我就把它關掉了 當時截止的時候是四十一萬 後台是一萬八千美 總共九十多萬 到時候我會把所有的細項列給大家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現在幹媒體不合適 想要退錢沒問題 一一把明細列過來 我一一退款給各位 而像我這樣子已經負債累累了 七月份iPad的業配那麼好賺 我都跟他說不好意思我最近在吵架 重點是我還有去拍約會拍到了一半 推掉了 我這不是為了查清真相跟正義 到底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嗎 政府七八萬五我沒接 過我都接了 他付錢給我七八的我也沒收 他想付錢讓我洗白的我也沒收 他反正兩個都被我搞到了 看哪一個可以拿匯款紀錄來證實 我有收錢幹壞事啊 我賠拼心講的 我們就賠到話虎爛而已 然後他拿出來當證據我無所謂啊 我就看他那一小時二十分的錄音是可以告訴誰 然後我這邊也跟嘟嘟妹說聲抱歉 其實我跟嘟嘟妹幾乎是零相處 他主要就是 反正他們另外兩個股東就是很愛吵架 推來推去推來去 然後就推給丟丟妹了 然後跟你說說抱歉 從頭到尾跟丟丟妹無關 那也不是他們要付錢來弄拼心的 啊不然說實在的 第一個正確的是 還有錢啦 何樂而不為 就算付錢又怎樣 打官司也要付律師費吧 欺騙台灣消費者 人人得而諸之啊 我甚至覺得企業家應該付個五千萬出來 做這種踢爆的事情 因為呢他一直很想要陷害丟丟妹 跟他的老公 所以我就配合他說 喔對啦就是丟丟妹他老公 因為呢拼仙一直罵丟丟妹 才可以蹭到丟丟妹的生意嘛 所以我就配合他講 讓他講開心嘛 啊他如今拿著這個 錄影漢章取義 就要陷害丟丟妹 我這邊呢其實就可以 給大家看一下證明 確實當時呢 匯款給我的是丟妹的老公 但他的對話就有講了 粉證也不干他的事 他也是一直被逼著 要拿錢來找我踢爆拼仙 拼仙之所以有九粉 一直都是跟丟妹的老爸 而丟妹呢其實很善良 為了保護他老爸也沒有出來澄清 所以我真的對他們很抱歉 不知道他會拿錄影的斷章取義 來陷害你們 啊大家也知道嘛其實 雖然呢我跟丟妹姓陣誰啊 也都有一些糾紛 但我也不希望 因為我講了什麼話 害了無辜的人 啊像我這樣子 不爽就有話直說的人 是能有心機多重 你們自己想一下 我們要收了錢之後 能夠安排水軍 滴卡 PTT 操控大量的人 然後做很多小影片 甚至是尾文章 開始攻擊對方 我如果真有能力 什麼滴卡都是我的人 PTT到處政黨 經濟不差小 我都能控制 我至於搞到破產這麼落魄 在這邊恐慌症 我肯定是在跟 又惡比喻說 你的對手 可能民進黨還國民黨 我忘記了 因為錄音很長 有這麼強大的能力 你要去對抗 你要小心 所以我比喻說 這都是我的人 你憑什麼跟我玩 我肯定是在比喻對手 我如果真有這麼厲害的話 會搞成這樣子嗎 所以我明明在提醒他 他的對手有多強大 要注意哪些細節 結果他只劫這一段 把我比喻成 我就是這樣的人 他這不是惡魔剪輯師三小 然後私底下 我只是騙這幾個魔鬼 他們斷章取喻說 我是壞人 我們相信 大家自己憑憑你 我無所謂 而且我不只是會這樣套勾二阿 我看到bump去美國拍什麼 算牌 我也會試試他阿 是不是要偷推博弈 我就跟他說 欸 我有認識很多博弈大佬 要不要跟我一起做博弈 人家bump就可以很正派的回答我說 我不想做那個 不然我以後 我不知道怎麼跟我的小孩交代 而且我想要對社會負責 幹 一樣的套話 一樣的教育模式 你就會去到處攻擊別人 陷害別人 其他人就不會 這是你個人人品問題 還是我的問題阿 我教了這麼多人 幹 你就沒有其他人說 我有這個問題 就你在講 大家不覺得很奇怪嗎 我就說了嘛 我要創媒體嘛 我也很怕以後我的記者 我的特工 出去收錢害人 然後上架新聞我不知道 所以我一定要試探他們到最後一刻 蛋塔說他想要加入我們惡棍特工 我也試了他很久 相信他沒收錢 而事實也證明了 勾二會為了幫助不對的人 他就是個punt 就這樣而已 然後大家覺得我這樣騙不對的話 好 OK 以後我改 也跟各位說聲抱歉 我自己以下確實會騙人 讓你們覺得人色崩了 沒關係 但我騙人有我的原因跟我的道理 起碼不是為了錢 不然我也不至於搞到破產 讓你們幫忙出錢來做媒體 以上 謝謝各位的觀看